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一奧 歡迎收看今天的一分鐘看神魔 今天帶大家回顧剛結束的 克洛伊地獄及橫渡無影海域 這個關卡大家應該印象蠻深刻的 因為它第一次出現非狀態若攻百分百 這次要通關一定要帶石化卡 但是很明顯有些種族就是沒有石化卡 所以這次全機械配置又被死當了 上一次機械被死當是EVA合作的第八使徒 地獄級關卡黑妹之巨大質量 王冠有個雙重附加盾 要上兩個狀態才能對敵人造成傷害 但當時機械並不存在這樣的功能 所以全機械配置在當時無法通關 這次一樣機械缺少了某個功能 所以多年後又再次受傷 對於喜好機械組的玩家來說 遊戲體驗肯定不太好 尤其是最近很多人的老婆剛上修 可以說是毫不給面子哦 另外關卡裡的八族屬性豬光暗進銷 同樣不好對付 克洛伊通關隊伍蘇斯來到131組 上個自家地獄魔族代表是122 當時是為了做給黑金拿破倫 而導致其他隊伍通關上有困難 最近的地獄級似乎有種神秘的走向 通關隊伍可以看到古老合作小傑又畢業了 副隊長帶的是去年的安妮雅 下面還可以看到艾主席連發的奇怪配置 完全就是靠呂布去收刀哦 再來很快就到21年的黑金以及合作卡 真的要說拔卡的話大概就是22年後的隊長了 拔最兇的是最新科技 同時也是做球對象的安傑莉娜 存組統計這邊可以看到人以外的6族通關記錄 不過今天又少了一個開頭提到的機械 所以只剩下5族 出場統計這邊最高的大洗牌了 畫面上看到的134名都有石化功能 尤其是真人有雙技 可以在8族屬性那關把關按轉掉 說他是這關的MVP也真的不為過 我一樣會把表格放在下方留言處 大家有興趣就進來逛逛吧 OK 以上是竟然1分鐘看神魔 大家對於地獄集還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